好 主播各位觀眾 目前記者所在位置 來華聯可以看到 我身上居然沒有穿雨衣 雖然現在感受不到什麼風雨 不過要注意 這可是暴風雨前寧靜 怎麼說 可以看到在七星潭這邊 已經拉上了黃色的封鎖線 禁止民眾來這邊關浪了 到底海面上風浪有多大 我們看到岸邊這裡 開始激起一波一波的浪花 這浪打上來其實還尋屬說 最高的浪高 已經有達到一層樓半 看起來真的是相當的恐怖 其實另一部分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泥沙颱風 可是越來越接近台灣地區了 在外海最高的浪高 有八 九米了 氣象局表示說 其實目前泥沙颱風距離台灣 花蓮東南方大約280公里的位置 以每小時8公里的速度 持續的前進 那麼也就是預計 雖然現在沒什麼風雨 不要注意 就是等一下稍後大約一小時過後 在花蓮地區就會逐漸的感受到雨勢 在8點左右 泥沙颱風暴風圈範圍 就會觸及到花蓮地區 預計它中心登陸到花蓮 是在今天傍晚到晚上之間 民眾真的要特別的來留意了 那麼可以看到 其實陸續續都有一些民眾來觀浪 我們來聽聽他們的說法 颱風前都要做一些防台準備 防台準備 現在還沒有風很大的時候 出來看一下浪有到底多高 他說最高現在目前一層樓半 差不多 會不會啦 來看一下那個浪多大這樣子 好了可以聽到民眾表示說 趁著還沒有什麼風雨的時候 趕快過來海邊觀浪 不過也有看到封鎖線 所以完全不敢踏入 因為海巡署就在這邊巡視 另一部分民眾要注意 這是泥沙颱風 逐漸接近台灣地區 花蓮預計在一小時過後 就會逐漸的感受到雨勢 而在上午8 9點的時候 暴風圈範圍就會觸及到花蓮地區了 這風勢 雨勢都會逐漸的增強 提醒民眾留意 以上現場會掌握狀況